这里有15克的红枣 还有15克的桂圆 还有10克的枸杞 加入清水清洗一下 快点把砖砖写完 这上面还有点筋 先把它剃掉 把猪腿肉切成小块 切好的猪肉放到炖中里 接着把洗好的红枣桂圆 跟枸杞放进来 加入清水 我这里炖出来是两碗汤的量 准备好一张白沙子 沾一下水 盖在这个盖上面 这样的密封性更好 炖35分钟 我们的红枣桂圆瘦肉汤炖好了 好香 我们开盖都闻得到它的香味 这个汤炖出来清甜可口 已经不需要再加任何调料了 它有补皮补血的作用 喜欢的话可以试一下 再一些烤鱼汤炖出来 吃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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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